我跟我老公认识有半年就结婚了 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把我冲成了孩子 然后过得很幸福 现在结婚婚之后都变了 基本上都是不沟通 现在吧 他总是说我变了 说我不喜欢他了 不爱他了 然后又不听他的话了 其实我根本没变 是他自己在变 他只是感觉不到而已 有时候我说话吧 他还取消我的意思 跟他父母在一起 难免有一些矛盾 让他去沟通 他都不听我的话 宝宝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承受的 我感觉我现在有点承受不了 我一个人现在在外面工作 上班也挺累的 回到家他还因为 一点小事和我吵架 我现在都感觉非常地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婚后我们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来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程先生26岁 来自安徽职员 女嘉宾王女士26岁 来自安徽全职妈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来 说说结婚之后怎么变了 我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他对我挺好的 百依百顺的 是是是 特别特别爱我 然后就是结过婚之后了 就是一切都变了 然后他就是特别听他父母的话 就是特别地站在他父母的角度 考虑问题 就是根本就是不在乎我的感受 叔叔他怎么变了 就比如说我坐月子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让你妈妈多照顾我一点 就是以我为中心 凭什么以你为中心 因为我是长妇呀 然后我就说让你们 就是你爸妈妈多么照顾我一点 不要就是每天就给我端一碗饭上来就行了 孩子就是尿不湿呀 都不给我换 让我自己弯着腰去对不对 咋了呢 然后他妈妈经常不上来 每次我都跟他吵 他就是不听我话 就是我那个时候 坐月子是过年的时候呀 他妈妈也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事了在家 那等于婆婆没照顾你 对 你就怪她了 怪她是因为我是媳妇 她是儿子 她可以去沟通 沟通没 我和妈说了 因为毕竟她坐月的时候是过年期间嘛 然后我们那边就是说有时候有亲戚过来走亲戚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肯定要做一大只热菜啊 然后有可能就说这个时间没那么充足 我确实跟我妈说了 听明白了 等于婆婆需要招呼家里的亲朋 行了这事过了就过了吧姑娘 不能回头找啊 关键是宝宝两个月的时候 不是因为她要上班 然后我跟我婆婆带宝贝 因为他们老年人喜欢把小孩子竖起来抱 但是我觉得宝宝现在还小 这样抱就是对宝宝发育不是很好 对什么发育不是很好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因为我不是不太懂吗 然后我就是 你不懂你说什么呀 我是百度 说经常竖抱对宝宝的脊椎跟头部不是很好 但是她爸妈就是不听我的 觉得我挺矫情的 我也觉得你挺矫情的 但是我感觉什么事情都让以宝宝为主嘛 你老公颈椎好还是不好 他傻 傻所以娶了你 他当时对我调好了 对啊 这傻不就傻好了吗 所以带的没毛病 别听那个 确实是对颈椎有压力 但是你拖住它就行了 人家说是不要这么举着扔 不是力抱 力抱的时候不都拖个脑袋吗 对 因为 别矫情了 姑娘 不是 这件事我就是跟我老公 让我老公跟他父母 去说了吗 说了 说了 不是没说呀 我感觉他没说 不然的话他父母不可能就是 一直就是那么说话 他父母又不是他儿子 他说完他父母就听 但是他是他儿子呀 比我说话管用呀 好 那我问你 那你爸妈怎么不来照顾呢 对 我们家那边习俗是 那姑娘就是你们家习俗 我们家习俗就是丈母娘 丈母爹来带宝宝呢 知福吧你 好 不说婆婆的事了好不好 说他 其实咱俩这么多矛盾 就是因为 你们有给我买房子 怎么叫这么多矛盾 是因为没买房子呢 他当时谈恋的时候 答应我给我买房子的 说咱俩出去住的 不跟父母在一起住 因为就是年轻人跟老年人 他不是过不到一块去吗 现在 咱过不到一起啊 他妈妈思想 需要人家抱娃的时候说 弄出来给我抱娃 现在娃长大了 说不需要了 就住不到一起了 你们这太那个了吧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现在年轻人 不是喜欢熬夜玩手机啊 但是他父母就是 思想比较保守 这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你们 你如果买了房子的话 咱俩就可以出去住了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哦 你如果有房子的话 就可以自己带吧 对啊 我每次 每次他一下班回来了 我就说你问你爸妈 跟你爸妈沟通 咱们就是什么时候 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我说毕竟孩子也就 都一周岁了 然后让他去沟通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 他就是表面上对我 好好好行行 我知道了 不是 你说的沟通的意思是什么 是给我们钱 我们去买房 还是说我们钱都准备好了 我们要出去住了 你们看看能不能出去住 让他父母给我一个期限 是什么时候去买房子 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嘛 然后我爸妈妈妈一直就是说 在家种田 然后家里面也没多少钱 你说去借钱买房子的话 压力不就更大一点了吗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 让他跟我一起出去 找个班上一年 那不就好一点吗 不是 我平时没有去上班呀 不是 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因为我们家那边习俗 就是把宝宝带到一周 或者是一周半的时候 才去那个找工作上 八个月他父母就 趁着我去找工作了呀 再说难道就我 一个月挣了几千块钱 就能购买房子了吗 我爸妈不是说催你去 只是说看你毕竟是年轻人 有可能说在家里面 农村离集市上面又比较远 在你 怕你在家 待着无聊啊知道吧 所以说跟你说下来 不是说让你去上班 你曲解这个意思了 我没觉得无聊呀 我天天带着宝宝 我自己想去工作的话 我自己会去的 但是从你嘴里面 跟从你爸妈嘴里面说出来 就感觉意义就不同 那不还是征求你的意见吗 主要就是说和你说一下 你那是强制性的 有征求我的意见吗 不是 你现在去上班了吗 没有呀 那所以还是不是强制性的吗 姑娘 那是因为我自己不愿意 坚持不愿意去 你老公现在把话 已经说清楚了吧 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吗 要买房子还得延缓吗 那你为什么 咱们谈恋爱的时候 你追我的时候 答应给我买房子 那你现在怎么又变了呢 关键是家里面 现在确实条件不怎么好 那你当时就应该讲清楚 当时你追我谈恋爱的时候 咱们结婚日前就在讲 你的意思就是 当时她骗婚了是吗 不是啊 当时她那个 就是她父母就是说 丫头你放心 咱们房子这事 肯定得解决啊 语气特别精定 然后我也觉得 她父母就是挺老实的 挺憨厚的一个 她也是跟她随她父母 挺老实 对我特别特别好 我说那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那没房子就 那不因为别人不买房子 就算对你不好吧 但是你在之前 你父母很肯定的口气 他也是很肯定的 现在只口不提 但是